大同99周年 大同99周年还举办特展要让民众参观 不过现在市场就传出半年多来 大同股价大起大落 是因为有外资夹带大量资金来炒股 有一笔外资在炒作大同的股票 听说这个事情金管会毫无所惜 成交量有不正常的放大的情形 交易所也正在依照市场的监视办法 在进行查核 金管会要抓谁炒股 因为调查局监货检举 从2016年9月开始就有人大买大同股票 从美股5.48元一路涨到最高点20.65元 涨幅高达4倍 然后跌到23号收盘11.9元 创下一月以来的波段新低 套利将近20亿 如果真要讲的话 那应该是看中大同的资产 尤其是中韩北路那块地 有些人他们喜欢借壳上市 毕竟他是个老牌人 大同22号也发出新闻稿 欲请主管机关误网误纵 要最短时间内给投资人一个交代 所有的同仁 因为我们长久都在公司里面 其实我们非常相信的公司 市场更传出 这是有台商先在香港开设信托专户 未装成外资 再用人头透过五大证券商开户 下单炒股 他们甚至已经掌握大同三成股份 而金管会现在也将大同 列为注意股票 要追查最终受益人 纯粹从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已经有一点 大量做投的味道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基本面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好转 面对炒股风波 大同很低调 不过五月股东会开跑 市场派跟公司派之间 恐怕又是一场经营权大战 东森 陈立新闻 玩情况不强 台报道